另外玉璃政公所16号开始是在客家生活馆 举办了真情慈心联合画展的开幕茶会活动 而这一次一共邀请包括了谢孝珍 石秀琴 林瑞慈等人的作品共50件 而作品内容多为水墨画 油画以及胶彩画 展出从即日开始一直到4月30号截止 玉璃政公所4月16号在客家生活馆 展出举行真情慈心联合画展的开幕茶会 这次展出共计有50件的作品 展出者有谢孝珍 石秀琴 林瑞慈 作品多为水墨画 油画以及胶彩画 展出时间即日起到4月30号 我想稍微一个国画莫保 一位是油画 一位是塑彩词 那我想一个非常不简单的 那谢老师因为从此教职对于油画的喜态 那在剥修之后能够把他自己过去多年的 玉璃政长龚文俊表示 画画是一种能力 也是一种表达 也是获得快乐 也是充满能量的一种方式 藉由画画疗愈工作职场上的心灵 也诚挚欢迎更多喜欢玉璃的艺术家能够前来创作 记者高双双与Jane采访报道